请问一下部长好吧 九点半要离开啊 我只问你两个小问题 陈委长 部长你找 我想这次中共的亚安大地震 它从中央军委会开始 通常都动员了 请你评估一下 这次中共他们在救灾方面 尤其是在资讯方面 他们跟上一次有什么显著的不一样没有 向委员报告 这些年来 我想最重要的 它是资讯的掌握 情资的掌握 尤其是它运用了卫星 它的北斗卫星 这个不断的研发成功以后 对这个困难地形 长距离跨这个战区之间的这个资源 我觉得比以往有很大的进步 这个部分是值得我们更进一步的参考 事实上国防部从第一时间开始 就灭切地掌握它部队的调动的状况 了解到它这一次的这个状况 跟以往有什么不一样 当然这一次跟这个五年前的五月十二号 文川大地震规模没有那么大 但是他们的部队的掌握跟反应的状况相较起来 所以说它才有把握不接受其他国际的上面的资源 我想这是非常重要 它上次是可以工作 我想我们至少今天我们国军的这个主要的角色敌 还是我们中共的这个做我们主要的角色敌 它的一切的改进对我们事实上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警惕 尤其是在资讯站今天讨论这个主题方面 我想这一点呢 尤其我们今天我们在台湾 我们执行救灾的任务等等 常常因为地形的限制或者装备的受影响 而产生了很多的困扰 我想别人在这么样大的一个区域 这么样大的一个部队的调动 之所以能够快速的进步 这个是值得我们非常警惕的 我请问一下在这方面 我们人才方面 我们装备方面 我们在所有的构想方面 有没有做一些改进 有的 我觉得我们已经要求 这个我们情报单位啊 不断地掌握到这个 它这些救灾武器装备 还有这些特殊研究的这些方式的改善 我们都做这个专业的做一个分析 比方说他以往的这个 甚至于他们有些研究的 利用这个不同的装备 像他这个像货柜屋 变成野战医院的做法 那么他投入的兵力 所使用的这些载具 跟以往都都做了大幅度的改变 我想这都是值得我们继续去收整 所以我们利用他们这些武器装备的改善 我们在自己耳后的发展上 也应该做一些调整 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我希望这次的这个亚安大地震 应该给我们很好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机会 但是有一点 还是本系常常讲到的 我们投入部队的问题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汶山大地震 这个亚安大地震 这个是属于也就中共来讲 它是一个国家级的灾难 但是我们今天我们台湾 当然我们也了解 我们的台风 我们的地震频繁 如果说我们长期这样动用 我们长辈部队这样子做投入的话 这是非常非常值得担心的事情 至少我们在部队的训练 各方面我们投资方面 我们会受到影响 这一点我也一直强调 我们救灾的任务 国军是要救灾 但是重大的灾害 是亦不容置 但是一般性的灾害 该谁去做 应该我们是站在一个 备缘的立场 而不是站在一个替代的立场 这一点不晓得部长认同吗 这个委员一再提醒 我们特别注意就是 有些灾难的发生 一个是有预警 一个没有预警 然后发生灾难的程度大小 像八发水灾 像九二一这种大地震 是没有预警 但是又很大的 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这个部分就是要全力投入 对 那至于一般可以预警 我们不需要那么早的发动 一定是可以掌握到 如果看到是个超级台风 跟以往不一样的 这时候我们的部署 跟一般性的台风的状况 可能处置上应该有所差异 跟动员的机制等等 都应该做一个配合 这样子才不会导致于正常部队 正规部队的训练 产生了各样的耽误 部长这个观念是正确的 我希望能够朝这方面去走 是 我们同时也要让 所有权责的单位 他该做的要去做 我也提出来一个口号 就是一动员一救灾 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台湾 动员这个区块 我们说的多 但是实质上考验的少 我们也许是无疫情的状况少 有疫情的状况多 我们是不是在救灾方面 跟动员方面去做一个紧密的结合 因为我们每一年 救灾的这种状况 机会是很多的 那我们如果说是在救灾方面 给动员的机制给它完成 动员的准备完成 动员的事实 复制于行动 这样子的话 我们平站时 就可以很快地结合到一起 这部长认同吗 非常支持委员这个建议跟看法 事实上我们从921 到88水灾之后 委员一直强调 这个动员如何跟救灾结合 可惜我们的法令上 没办法配合 好在是在88水灾以后 我们的灾防法修订了 最起码先做到第一步 让我们的叫召部队 可以不要因为有台风警报而解散 叫召部队 我们现在的排定 尽量放在这个讯息 密集地分布在北中南 这样子第一线有一艘部队可以 万一有大的灾难 这个部队可以支援我们正规部队来 或者地方政府 现在我们现在准备修第二个部分 就是刚刚委员特别强调的 如何让有法员动员的部队 除了叫召部队 大量的动员的人力可以投入 因为美国在这两年 它的后备部队 它的国民兵投入没有问题 它的联邦的reserve 没有办法投入 所以他们的法令刚刚通过 所以这正好是呼应了委员的这个看法 我们希望在这个会期 或者在最晚明年的会期 把它修好了以后 这样才支持了刚才委员的看法 好这个有关有关法的问题 我想部分朝野我们都会支持的 我也希望国防部跟相关的单位配合 尽快地提出来 我们要协助解决 还有一个小问题 这个但是实际上是一个大事情 就是这次我想 这个汉光远虚看到了以后 火爆设计的问题 炒成了问题 那有一些认为说我们军种 尤其是在后勤改制以后 产生了很多的困扰 是不能够满足军种实际上的需要 我想这一点 国防部是不是应该深入去检讨一下 我们怎么样在军策案定案以后 再加上募兵制将来人员的更迭 在这一方面 我们能不能够提出一个具体有效的办法 像当年我们因为后勤改制 所产生的这些缺憾 能够快速地补救起来 而不要以后 因为这些变成一个造成不能够涉及 或者等等的这些理由 是不是可以 谢谢委员 我们这次的改制 就是尊重三军原来的专用装备的后勤 仍然建立在各军种 通用的装备原来是在连勤 现在是由陆军统一来掌握 我想这个部分 如果还有一些需要改善的部分 我们会利用下一次的修正部分 把它弥补起来 我想这点很重要 因为你有事情 那就请离开好了 我请这个行政院的这个肖主任 国安局副局长 两位好 我想这 刚才我看到你们两位的报告 以及你们这个所组织架构 我也很欣慰地听到我们 肖主任说 这个组织的常态化 我想不仅仅是组织的常态化 我们组织要功能化 而能够有效化 我想今天一个 今天的这个时代 是一个资讯作战的一个 全面作战的一个时代 我想不分平战时 资讯作战 永远都是跟我们相依相存的 那有关军事这一部分 当然我讲国防部负责 其他的这一部分 我不想到我们国安局 是不是在你的功能里面 全部都能够掌握 这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国安局的话 其实我们在这个 整个的一个组织架构里头 就是在我们这个 现在目前国家支通安全 这个组织架构里头 那么我们是负责网情收集 负责网情收集 可是现在目前我们行政院 这个治安办 所有办的自通安全汇报 所有的会议 我们国安局都会参加 然后来就是横向的之间 彼此的相互的支援 我想这一点 因为整个行政院 以及我们跨部会的责任 我们也没有办法 在这里做定论 不过我希望我们行政院的办公室 我们将后来变成常态化以后 你这个指挥机制要有功能 要乘于一败于二三 主观负全责 你总不能说任何事情 都要叫院长下决心嘛 你总不能说任何事情 都要叫总统下决心嘛 对不对 你总要有个负责单位 这个单位是谁 明确的预定 你是国安局 那国安局又义不容辞 你没有具备这些条件 你就应该充实条件 常怀你的功能 而不是说这个不是我的 那我这个单位的整合 这是哪一个 是你这十一个人的办公室吗 不是的 对不对 所以我本习在这里面 我们网络作战 要有网络作战的一个全班概念嘛 网络作战全班概念 不是公 就是房 不是房 就是淹 不是淹 只要淹就破 公房淹破嘛 那你这些谁来 你总要有一个单位来负责 这我想为什么要提出 你这些组织结构里面 看不出来你到底是谁主办 谁是协办 谁是主要负责人 每个部份都有 但每个部分都没有责任 那怎么行呢 是 报告委员 之所以有这样一个比较复杂组织架构 是因为资安的业务 没有办法由单一的机关来管理来推动 所以必须分工 那但是呢 这点我同意 是 各进其他我同意 你总要有个总期成嘛 是 你那个总期成你要下决心啊 是 我们总期成的平台就是行政院资通安全汇报 那过去呢是由科技顾问组担任幕僚 从一百年三月以后啊 已经改成 已经成立了资通安全办公室 来专责这个幕僚工作 我希望啊今天今天以及未来 这个天天可以说随时都跟我们在一起 我们所发现的问题 可能随时有新的问题出现 那这些新的问题 有没有在我们这个指导办公室的一个全班概念中啊 想定的设计方面 各种假定事项方面 你能不能够有前瞻性的掌握 这是很重要的 不是说每一件事情你都是消极被动的等待 那就不行了 所以我想我们带兵作战点 你要给所谓敌人各种可能发生的状况 都要想到啊 今天的这个作战 你要晓得我们不仅仅是对中共而已啊 我们这个是全方位的 应该是全球性的一个考量 所以这点我特别的齐心我们相关的单位 你要好好地思考 否则的话 你只有去行事 没有实质是非常危险的 好不好 谢谢 谢谢 谢谢